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孤城 无力毁天 甲午海战英勇反击 为什么却招来一片弹劾 他却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剧的英雄 陆军出身却观拜海军提督 是雄才谋略还是任人摆布的棋子 丁如昌在上战场之前 他的国家就已经判他死刑 丁如昌以戴罪之身 依然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 李鸿章找来安徽同乡丁汝昌出任提督 丁汝昌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 又是他的老怀军部下 李鸿章让他做北洋舰队的提督 就能够保证北洋海军 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在这样的一支军队里面 放进了一个自己的人 等于是在别人眼里揉进了一颗沙子 所以丁汝昌就成为这些流洋派的人的眼中丁 觉得他是外行领导内行 所以在朝廷当中 就有人对他领导北洋海军的能力提出质疑 更有甚者有的人想弹劾他 甚至要求诛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人都是流音的 再不济也起码在专业的水师学堂毕业的 所以整个北洋舰队从上到下 觉得这个空降的领导人并不是专门的人才 对他不是很福气 因为他不会讲英文 和李鸿章的这层关系 对丁汝昌而言 显然阻力多于助力 清朝末年官场斗争凶肯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间各有拥护者 丁汝昌被光绪派人马视为眼中丁 急欲拔丁 就打狗给主人看 他就打丁汝昌给李鸿章看 羞辱李鸿章也等于给太后一个下马 很明显的是皇帝要整他 丁汝昌这下就倒了没了 皇帝要对付你 你还有什么牌可以走 让丁汝昌没有想到的时候 海战刚开始他就受了伤 旗舰丁远号的信号装置 也被日军火炮摧毁 群龙无首的北洋舰队 陷入了混乱状态 1894年7月中日风导之战战败 弹劾丁汝昌的奏折没停过 仍在前前的丁汝昌形同父辈受敌 因为他几乎是被取国的官员指责 甚至被皇帝下令要杀 而他还要带领手底下那些 并不服气他的军官上阵杀地 等于是他船内船外 国内国外都是敌人 丁汝昌虽然顽强指挥 重伤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四条战舰 但没有击沉一艘 而北洋海军的军舰 却被击沉四艘 重创四艘 北洋舰队怎么会落得兵败油山倒 原来舰队多年没有添构设备 但要补给早已缺乏 蜻蜓直意出战 李鸿章却要求丁汝昌 弃战保船 终日武力悬殊不言可遇 日本在举全国之力购买舰船 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日本海军拥有的舰船数量 已经是亚洲第一 从黄海海战打到了威海位 前有日军后有内斗 在毫无后援的状况下 只能用孤城武力回天来形容 1894年10月24号 日本军队在大连花园口横路 随后金州大连湾 吕顺相继失守 朝廷中的清流派 把吕顺失守的原因 全部归咎于丁汝昌 11月27日 60多名御史严官联名上奏 要求诛杀丁汝昌 1895年2月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丁汝昌扶石鸦片壮烈牺牲 把他的棺材漆成黑色 然后所愿所愿绑好 不让他下葬 不让他入土为安 硬是要查办他 知道死后17年 才有人为丁汝昌平反 悲剧英雄寒冤得雪 终能入土 时事议题面面观 全方位深度聚焦 下周六十分钟 将继续带您检视政策 把关权益 节目的最后 你快来欣赏摄影同好 李明德所拍摄的 绿水青山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方彦迪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很好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